好,我們回到我們的軍事導航節目 軍武器演 我是大家主持人,Larry 我是Alex 我們今次十九大了嗎? 十九大了 十九大集了,我們終於到 十九大集了 我們繼續有更多的軍事消息和大家分享 其實因為剛剛這個星期沒什麼金仔 所以我們又說回多些中國、美國和俄羅斯的軍事消息 第一單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一張圖 你看到一些美國宣傳片 這個其實是諾希馬丁的 宣傳很多由舊時的戰機開始 一直掃上來現在有什麼戰機 現在美國最先進的戰機叫做F-22和F-35 第五代 第五代戰機 其實他們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有第四代戰機有第五代戰機 他們就會研發什麼?第六代戰機 第五代都未完全發揮了 其實做第六代 因為你一定要領先全球 所以第五代現在的科技會不停地發掘 但是他一定要做第六代的 做一個研發 現在第六代的研發 就是因為他們的諾希馬丁公司 其實已經在發展一個型號 這個型號叫什麼我都不知道 但是大家看一張照片 你覺得他像什麼呢? 有像荷里活電影那些 以前有些很棒 其實你看頭 你覺得頭還是很像F-22 其實我覺得像Blackbird Blackbird是不是有少少 F-22是零形的 它是扁身的 它扁身 還有你注意就是它的機身和機頭 其實就好像F-22 但是機翼就不同了 用零角 就不是用三角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 垂直尾翼繼續保持 但是是斜很多 F-22都斜的了 沒有它那麼斜 有網友就說 這個機型其實反過來就像當年 壞了的YF-23 這個大家有看過我們F-22的節目 就記得那集 我們說YF-23 那時候是有這部 所以現在的人就說 會不會翻炒這個概念呢? 就未知 但是應該那個理念就相當之不同的 就是零形主翼 尾翼就再貼平一點點 究竟它現在 將來出來的時候會怎樣呢? 都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反過來 就是YF-23那間廠 就是格魯曼 基本上他們如果接下來設計 那個六代戰機 不會再用YF-23的了 他們會設計 像他們的王牌 例如B-2 大家知道B-2 X-47B大家有看過 這個無人機 它試過在航空母艦上說 RQ-180 就是這些無人機 它反過來就會用這些設計去做 待會會說B-21 B-21 B-21 跟著我們就下一張 我們看看 下一張就說這個幽靈騎士 這個呢 如果看過白宮淪陷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說誰 有沒有玩Call of Duty Call of Duty 這個很棒 這個就是我們說AC-130 空中炮艇 對 空中炮艇 這個AC-130 個人的地方就是火力重 還有它類似A-10 即是它可以飛得慢些 但是它比A-10更正的地方 就是它環繞著重火力的射 是 那現在出到哪一代呢 其實越戰的時候已經有這部 那時候就叫做A-130A 是 現在呢 去到什麼呢 去到H就退了翼 是 那現在新的那部叫J 是 現在呢 就出了一部J 那你說J有沒有東西厲害呢 J是有東西厲害了的 以前你看到它有一些陰光彈 就是做一些保護 還有它那個電子裝備就不是很強的 它現在就不同了 你知道所有戰機第一港航電 它裡面那個設計就已經用以前那些 另外呢 那個炮當然繼續保持著 在左手面 就是這樣射 如果你看到八弓淪陷那一集 就是很棒的 還有呢 它已經有了那些精準打擊的炮彈 加起來了 就是那些類似JDAM的東西 可以用雷射 可以用GDS 即是做了轟炸機裝 可以很厲害的 那你說做一個空中支援呢 絕對是足夠的 還有因為它那個航程很遠的 四五千公里 它本身是一部運輸機 是啊 所以這部攻擊機 所以接下來應該可以投入到很多不同的戰場用 這個應該對陸軍來說 感覺就非常開心 你覺得它有什麼武器 它啊 你說這部東西 這部東西就有 左面有一支很厲害的機槍 30多mm 好像35啊 沒有記錯 它這樣計算 最初是20mm火神機炮 然後這支40mm半自動火炮 還有一支105mm的榴彈炮 是 現在就應該再裝上那些 再裝上那些 剛才那些 鋾射和GPS導引那些炸彈 即是炸彈 即是做一些空炸機 是啦 所以應該支援上就會再厲害很多 是啦 那下一章呢 就告訴大家 這個F-35 戰機 之前都講過問題 是 脫氧問題 是 這次呢 就講第二樣 之前我們是否講過氧氣的問題 是的 脫氧氣的問題就是 露黑基地那些全部要停飛 現在呢 這次就是那個座椅 是 那個彈射椅 那那個彈射椅是什麽事呢 那那個彈射椅呢 現在呢 就說呢 它那個會比較滴滴的 就是那個彈射椅 以前呢 傳統上 講彈射椅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全世界最靚的彈射椅 是哪個國家呢 是 大家猜不猜到 就 大家一定會猜美國的 是吧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呢 那個彈射椅呢 最厲害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是有個水平移的 就是說呢 彈了出來的時候呢 他會探測究竟 現在的 逃生的機師呢 究竟他處於哪個位置 如果那個頭向下呢 就一定要令到 他頭向上 是 有個火箭的 令到他領上 才開始噴火箭 如果不是呢 那個頭向下 你還要噴 還要死快些嘛 是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那些俄羅斯呢 現在呢 他們很低空呢 彈射都不會死的 所以是非常之厲害的 反而美國沒有那麽厲害的 好像逃生座椅 都是德國 德國人發明的 德國人發明的 但是俄羅斯真的發人廣大 那現在呢 聽說呢 F35那個座椅有什麽問題呢 就是他衝出來那一刻呢 太大力了 有時會令到他重傷 就是會令到他受傷 那當然那個公養問題 就令到他逃生衣的時候 那個公養問題 都有機會繼續出現 那所以呢 就現在 那不是太難拆的 這件事 那看一下美國人 怎麽處理 那講到F35 又講多一件 那日本呢 現在可以組裝這個F35 都組裝F35 那這一張圖就看到了 那日本預計呢 就下年 就是2018年呢 就會開始加裝日本製的零件 那大家知道日本製 當然是手工的 當然是比較好 就是土炮化了 是的 雖然他們是比較本土 但是呢 是好東西來的 那這次呢 日本會搞些什麽呢 就基本上呢 就有三間廠去處理 那一個就叫做IHI 那這間廠呢 主要呢 就會碰那個什麼呢 碰那個普衛的那個引擎 那又不是整個引擎的 是其中一些零件而已 我相信有機會呢 是一些電子的製品 那另外呢 三靈電機呢 大家就是 常常開冷氣那一隻 三靈是一個 由一個傳統的軍工 國企 轉到這個 都現在都是軍工 軍工 他真是由一開始的軍隊分 到現在都是 明智維生到現在 是的 那這個三靈電機呢 就會設計航電 航電裏面的零件 那最後呢 三靈重工呢 就會負責做組裝 是 還有呢 就會check up些東西 那些東西可以不可以 那所以呢 你發覺很有趣的 日本製呢 美國呢 如果在他們賣的那些機 日本製一定要他自己組裝的 例如你之前說過F2 其實是F16來的 但是日本人設計 美國人硬要插腳下去 最後弄了F2出來 其實就是F16 不過加大了慢 日本製自己設計 日本製自己組裝 但是死都要用F16技術 就不讓他自己發展自己的東西 F15他也是自己組裝的 所以很搞笑的 日本人一定 但是你們這樣說 就是因為日本人自己組裝 所以那些機器是比較低的 是嗎 所以相對來說 你不發覺F15J很少出事 F15E反而在美國本土也有時候會再壞 即是日本人自己手工好一點 對呀 還有他們真的嚴謹一點 相對來說 下一單繼續說 阿富汗的空軍 他們終於接收了首批UH-60 這個大家很熟 對呀 先不要說Black Hawk Down 先不要說Black Hawk Down 很不老禮 阿富汗 他們的空軍 終於接收了第一批 這是美製的黑鷹直升機 當然 對黑鷹直升機 在阿富汗的好處是 因為阿富汗多山 而黑鷹直升機 其實在高山 比較高空的環境 其實那個聲力 都保持得相當好 好力一點 好力很多 而且你發覺大陸 都有黑鷹直升機 不過他們就不是攻擊應用的 民用版 民用版 即是運輸版會有多 但其實對大陸都很重要 因為大陸的直升機是差的 但阿富汗本身多山 所以理論上 如果有了黑鷹直升機 無論是對付他們的塔利班 或者是他們要運送物資 軍隊調動 或者甚至純粹是那些人 住在山區比較窮 即是有什麼事情 一個民族要調走 你都會方便很多 講到黑鷹 其實黑鷹都有俄國老血統 俄國老血統 因為設計師就是俄國移民 那真是正 你用他國的資源 來幫我們增值 幾人來的 那是移民來的 即是美利堅這件事 我經常都覺得很厲害 好了 下一個就講一下美國的盟友 這個是英軍 這個正 這個不就是像那套戲 不就是這個 突然間不記得那套戲 叫什麼名字 有個女人做封面的 就是那個無人機 那套真是正 但是我們就講一下這個 天眼追擊 是天眼 叫天眼 天眼追擊天眼 天眼追擊好像是 類似 真是網友值得看這套 天眼好像是2016尾 還是2017頭 好東西來的這套 不過呢 就悶一點 但是如果是喜歡看軍事 其實是很刺激的 我們覺得是很刺激的 好了 這套戲 現在是現實版的 最棒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英國在3000里之外 去遙控一架飛機 然後去阻截這套的ISIS 公開廚刑 然後他們就怎樣呢 這次炸的槍手 是什麼呢 因為那些槍手 是跟那些犯人一起走的 你不可以炸一炸一起死 原來他們發覺 有些追擊獸 是佈在附近的建築物 是盯著 如果他們作犯 就會馬上射死他們 誰作犯 就是那些犯罪犯想逃走 有同黨劫他們就即死了 很聰明地這些嚴控機 竟然炸了那些追擊手 那怎樣呢 追擊手就炸到死了 然後那些人就死散 應該就走掉了 所以這一宗新聞 真的都幾搞笑 這套戲 我講的地獄火很準的 很準的 你想想 他準到炸到那個小女孩 不是馬上散了 那個小女孩其實是全屍的 不過震盪實在太強 所以就真的最後都划了 但是你看到他沒有損 沒有爛的 但我相信應該是來襄 所以這個都是真人版的戲 這個挺正的 你發覺英國 基本上這次秘密空襲 是有人這樣說 其實是有殺死到一些英國人的 因為其實英國人殺英國人 國會是不會批的 那些反英國人 但是如果他們是 最後你有個證據 它是構成威脅都可以秘密殺的 OK 這次就不知道英國怎麼收貨 不過我相信都會當英雄事跡這樣說 這件事都會 還有握傷這些都是英雄 我講的 在背後握這些機器最後 又講回美國 美國在中東 那些人就覺得他沒有動作 不是的 其實他還有的 他近來陸軍終於啟用了 在以色列的一個基地 這個基地還要正到怎樣 接下來要做常駐基地 常駐基地 意思就是說 就會長期擺兵 在以色列的國內 那你就這樣想 其實一家便宜兩家著 首先以色列本身 就不是一個差的國家 大家知道 甚至乎它秘密擁有核武 這個其實都不是秘密 基本上 這個國家 現在有了美軍駐守 如果你是巴勒斯坦 你敢不敢亂搞它 怕是射中隔 還有最正的地方就是 你覺得沙地阿拉伯為首的阿拉伯國家 看到以色列現在這樣 他敢不敢再跟以色列 這麼高調地唱反調 等一下走火打去美國基地 那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現在 美國的變火 它是胡辛苦 所以你對以色列來說 好嗎 對以色列來說是好的 對以色列來說 對以色列來說 當然也好 因為美國在中東是幾乎沒有據點 我們上一集有提到 其中一個空軍據點 卡塔爾 卡塔爾 但是在伊拉克應設軍 或者這樣說 他們都不歡迎他們 阿富汗其實是兵 阿富汗還有的 阿富汗 阿富汗 但是阿富汗也遠 伊朗是敵人 你想想 如果你要對付伊朗 或者你要跟伊朗有得打 你就要跟你盟友 以色列 要去結盟 現在的情況 起碼他有一個立腳點 接下來加兵 或者打伊朗 等等都會好很多 甚至乎 他旁邊的敵人叫敘利亞 大家現在知道 敘利亞 現在打IS IS打得很順利 一直推上去拉卡 基本上就快要收復了 指日可待 巴沙爾政權 是不是更加穩固 現在普京又比較困難 伊拉克那邊又打回去 伊拉克那邊又打回去 伊拉克又打 但是沒有敵人那麼快 因為最後有俄羅斯 就快很多 伊拉克也有美國 伊拉克也有美國 伊拉克有美國 但是其實伊拉克是用大陸的無人機 多些 採用4是多很多 所以反過來 我覺得伊拉克很喜歡大陸的武器 不知為何會這麼合 相對很合 那個無人機 接著下一個消息 挺震撼的 這個就是尼米茲 尼米茲航空母艦 原來接下來要去大收 就會用28億美金 其實28億美金很多 你想想 你整一架東西 大概是40億而已 你現在要用28億 你用了差不多六七成的錢 只不過是將一架艦更新 其實以前也做了很多 你進了二戰之後 那些中途島級 那些全部升級 其實都是花幾十億的 但我想說 你做一架新的福特級 你都是50億左右 就是 他做不切 我想他不是做不切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現在這架東西 其實你翻新了 他還很好用 但是真的花得多錢 主要其實這次是什麼 就是要再加核燃料 核燃料是一個很麻煩的 這個真的要大收 這個定期大收 沒辦法 因為每十二年就收一次 十二年收一次 大家聽開我們之前的節目 每十二年收一次 福特號接下來 就可以給他多一倍 25至30年收一次 所以差很遠 收一次 又要將艦島 飛行甲板 拆了半個船 彈射器 全部動過 拆了 全部動過 全部換過 所以基本上很麻煩 還有大家知道 爐是深入 有看過 船底 船底 要將船身再切割 再換 所以整件事是很貴的 還有今次據說 會將裡面的系統全部升級 變成電子 變成電子 Digital 所以會很厲害 所以 接下來 因為他還要 給F35C上艦 會不會換電子彈射 反正都拆了 我想就不會了 應該就不會 因為很大工程 如果你換了電子彈射 你的起缸 全部要搬走 你設計過 反正都拆了 但是電子彈射 是在福特號那種艦 當然你說有沒有可能是有 因為福特艦其實都是繼承了 你不就知道 不過我相信現在的價錢 是不包的 應該是不包的 福特級的好處就是 因為接下來可以有電子軌道炮 我們講過了 很厲害的 雷射炮這些 當然 如果講開我們就講下一張 下一張就講到 諾希馬丁公司 現在就有一個招標 美國接下來一個巡防艦 就想做 很大型的 諾希馬丁 你知不知道多縮骨 他打算將他那個 濱海艦 放大 就去競標 就好像F18 超級大黃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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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濱海巡洋艦 火力是炸很多的 如果你做巡防艦 你八級都打不贏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太好 另外一個消息 下一張就講到 雷射炮 雷射炮 我們之前都有講過 日本人好像說 日本人 這個雷射炮其實是玩什麼 美國他們想把這個雷射炮 裝在哪裏 首先裝在驅逐艦 例如阿里巴赫級的驅逐艦 之前講過 杜威號是裝了的 但是功力是怎樣 大家不知道 現在雷射炮 最新消息 就說要裝在航空母艦上面 做一個叫做CIWS 我們俗稱叫做近防 那些什麼方陣快炮 因為方陣快炮其實很慢 他們接下來就不用方陣快炮 就想用這個雷射炮 基本上現在的航空母艦通常 用公洋導彈 海公洋就取代了這個方陣快炮 但是他們覺得公洋都會漏 那不如用雷射就一定不會漏 但問題是他們試過 現在雷射目標的問題 就是它一次只能夠射一個目標 如果你飽和也是死 還有究竟它夠不夠那個溫度 去將那些導彈消衛 都不知道 當然你說 反過來如果射那些東風導彈 它現在在天到90度這樣插下來 用雷射炮會不會好些 其實那個速度當然可以 但問題是 你要那麼短時間 你要那個溫度 可以射穿它 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這個雷射炮 高達這樣的槍 都是要繼續去做 會比較難一點 那有高達才有雷射槍 我都不知道 接著下一個 就講到未來10年 其實全球就會加多9隻航空母艦 大家看圖都看到一點 左上角這個就是福特級 右上角這個就是大陸的 然後左下角這個是印度的 然後右下角這個是伊莉莎白雷王 其實我自己覺得 9隻是少的 應該是超過9隻的 那其中呢 你預計美國最少有3隻 英國有2隻 然後俄羅斯說會有的 那俄羅斯你就預計它一隻 日本也預計它一隻 印度也預計它一至兩隻 那大陸你可以死的 大陸有3隻 那哪有9隻 十幾隻都來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件事 這件事我想起的時候 要一次大戰 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很多航空母艦都是用一些郵輪 吸平了船機之後 就落甲板 硬做這個航空母艦 其實是減操禮的 好明白 你有沒有防衛 人家拿你即死 你沒有防衛的 你不要來 上飛機就可以了 然後F-35B全都是垂直落的 擺F-35B 你這樣大陸 遲早都會弄一些浮台 再旁邊加個海上核電廠 就在做這件事 我聽說過的 另外下一張就講俄國軍演 俄國軍演 大家知道有一個意外 其中一個現場突然間 直升機 就很射不射 就射了一支彈 錯射射到記者附近 據說有記者相亡 但我們的消息 都封鎖 你都不太知道真偽 他說沒有這樣的射 但畫面也看到 其實已經很難造假了 另外他們有一個圖22 即是叫逆火 這個發展到M3的型號 轟炸機 據說在反航的時候炒機 另外瓦克130 我們也說過 那次巴勵韓展 其中一個教練機又炒 所以這樣說 其實事故不多 但會被人說 始終是超級大國 下一張圖就講解放軍 解放軍這段真的很熱鬧 因為解放軍大家不覺不覺 其實他南海這個issue 他是很緊張的 所以他基本上 會放很多很多軍艦 所以大家預料 接下來會有很多軍艦下水 例如剛剛出了 第一隻國產航母 接下來會做第二隻國產航母 大家相信 他會在2020的時候 就會有三隻航母 我也覺得是接近 就算沒有三隻 也有兩隻 然後旁邊有彩帶 那個是055 這個就是剛剛兩個月前 都下水的 那個驅逐艦 這個驅逐艦是有一萬噸的 即是跟阿里巴阿級有得照 即是以戰的區秦陽艦 主力艦 我覺得是秦陽艦 這部其實都是一個秦陽艦 所以這部大陸是很有厚望的 他打算用這部來維護著 接下來出的國產航母 然後你看到左下角那張是什麼 這個叫做07527攻擊艦 現在大陸是沒有的 這個是桃子 還沒有下水的 都沒有飛機 但飛機用什麼呢 有 他們還沒有用那些直升機 沒有直升機 但是據說 他們現在正在做的殲-18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消息 殲-18是垂直起降的 這個消息還未經證實 最後他們在研究 有一個095和096的潛艇 這個我也覺得比較催 為什麼呢 因為094都沒有正式形成戰鬥力 你說095、096是否研究到呢 研究緊就正常 研究到呢 就比較穩 好了 下一張圖 又跟大家說 這個更厲害 這個真是催還是真的 這個就說 他們最近做了一隻船 電子偵測船 151號 原號是 據說 竟然偵測到F-35的雷達訊號 你真的信不信呢 你真的只有一個講字 不知道 收到就收不到 只是一兩個字 或三個字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那些雷達 是真的很厲害的 你看到它這架 很有野心 其實是截查附近的訊號 好了 這張最後一張 就是講大陸的空軍 大家聽過轟-6K嗎 是 那陸機聽得多了 近來出一隻叫轟-6N 是 這個轟-6N 知不知道有什麼厲害呢 那厲害 就看到它的機頭 機鼻那裡多了一支 索氣 索油管 這支就是吸油管 接下來呢 就怎樣呢 空中加油 這架可以玩空中加油 這架真的玩了幾十年 玩了很多年 但是大陸將它發展到極致 那接下來怎麼玩呢 原來這支管 就是說 用回他們的轟-6 就是他們的油機 都是用這架機的 轟-6 就駁下去 因為以前他們只是做加油機 現在是加油機加回他們 那行程呢 就可以由四千變五千 加上那支一千五百的長劍十 就是說它已經覆蓋範圍 可以去到六千五百公里 那就可以很多補齊人形五公 是很恐怖的 於是加上呢 其實關島就死定了 就是夏威夷都碰不到 所以大陸 所以你這樣想 那大陸想將整個東南亞 都納入他們的管制分枉 你知道最原始的圖 圖是圖14嗎 圖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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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本的設計機頭在玻璃罩 接著被機槍手在前面看防衛 真的 不過我有聽說過 大陸接下來還會將運8再反潛 這個消息我們下星期再說 好嗎 我們第一節來到這裡